大家在网上应该听说过贤二 也看过贤二的很多动画片啊 众生欢喜 活欢喜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是李姐姐 今天带给大家寻访游览北京龙泉寺 龙泉寺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凤凰岭风景区 龙泉寺应有众多的名牌大学的高学历僧人而名声大造 也应自主研发的贤二机器森而成为网红寺院 这里的师傅每天都要出坡的哦 僧人们都是自己种地盖房子见笑舌 在龙泉寺可以随处看到忙碌的师傅们 位于凤凰岭中的龙泉寺犹如世外桃源 本地人可以免费进入的游客进山的时候是需要购买凤凰岭的门票 也不贵 每个人25块钱 龙泉寺始建于辽朝的应历初年 这棵初状挺拔的古板已经有千岁的高寿了 当地人奉为神术经常来朝拜祈福 这座丹孔石桥叫金龙桥 据说是辽朝时候龙泉寺的这个住持 是寄身大和尚木画修建的 寺院应距离市区较远 平时的游客其实并不多 这里有很多个学堂 所以前来学习的义工和服学爱好者还是非常多的 龙泉寺早些年也因阴光大师而闻名 阴光大师曾经在这里当过行堂 龙泉寺创下了多个首个啊第一 因为这里高学历的僧人非常多 开创了用汉语英语法语等十多种语言来弘法的这种模式 还研发了呆萌可爱的动漫形象 闲二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这个方式来传播佛法及传流文化 受到大众的喜爱 从而接引到了更多的有缘人 龙泉寺简单的就介绍到此 下期呢带大家到凤凰岭的另一个千年古差 大爵寺 敬请期待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